北加州工商会于3月31日在加州圣塔喀拉拉市军月大饭店举行年会接慈善筹款 出席贵宾有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马忠宁处长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林贵湘总会长 圣塔喀拉县议会议长圣塔喀拉县警长 加州众议员朱感生库伯蒂诺市长浦仲成等人 会长寇佛峰表示 北加州工商会成立至今正好30年 将准备迈入31年 过去回顾一年 特别感谢世界台商联合总会总会长林贵湘 北加州台湾工商会荣誉资深顾问崔敬前等人 以及工商会所有前会长、干部、会员 与侨界热心义工的鼎力帮忙 他表示 北加州台湾工商会是第三十周年 今天的年会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 我们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工商会有三十周年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们也很荣幸由我们一个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在我们北加州台湾工商会里的前会长产生了一位 世界级的总会长林贵湘总会长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把我们的年会更盛大的举行 在Sennacara Haya Regency的 这个Ballroom里头举行 所以今天大家都很敬兴 也谢谢大家来参加 谢谢 四种林贵湘总会长表示 他对北加州台湾工商会感情深厚 他也曾担任第八届北加州台湾工商会会长 他在这里学习成长学到很多的经验 对他而言北加州工商会就是他的家 林总会长特别感谢北加州工商会的所有成员 在今年三月初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在旧金山举行 第二十四届第二次里坚士联席会议时 给予的支持协助与帮忙 开始四种里坚士联席会议成功顺利 驻旧金山经文处马忠宁处长指出 台湾工商会积极促进台商的交流与地位 而且还积极培养青商会员 让乔舍能够世代传承 希望工商会能让乔界更上一层楼 增进台商的影响力 晚会的筹款也是重头戏 苏科麦可也大力捐助 慈善筹款将捐给 史丹佛儿童医院基金会 及新希望华人癌症基金会 晚会的节目精彩丰富 有风中之雨的随风儿室 美国加州排舞协会的Card Girl 在矽谷乐团的现场演奏下 大家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中文字幕提供